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想到能见你 一点也不赖 你不用想回去看你爸爸嘛 我今天可把他气得不轻啊 他是成年人了 能够消化自己的情绪 相比之下 我更关心另一件事 什么 倩宇哥哥有女朋友吗 狼总 您消消气 本来现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和我家小月 共享天伦之乐 我的好心情 被姓顾这个小子 一天破坏了两次 小姐从小跟顾总一起长大 感情声也是正常 我是怕他体头胆子一头热 到时候受了委屈啊 再跑到我这哭 我可不惯 你猜他说什么 想来想去呀 老爸 啥也不去 就 不带礼物了哈 给那臭小子 却买了私人定制的高档礼物 哦 sorry 我差点忘了 这是 既然你还没有女朋友 那我们就 我们结婚吧 我们不合适 倩宇哥哥 我们约定好的 什么时候 十岁生日的时候 你许了什么愿望 忘了 你当时说想快点长大 然后娶我 当时叔叔阿姨和我爸 还笑你呢 小时候说的事情 怎么能当真啊 但我可是认真的 对不起小月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 还没有抓住 我还不想结婚 你还是不接受那场车祸 只是意外 那不是一场意外 事情就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欺负我 反而是我自己 一时没控制住 我 我现在倒是有点儿通情他了 哥 哥 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哦 对了 这对知能手表 你俩一人戴一只 方便我随时监测你们俩的身体情况 防止他欺负你 如果你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长按这个键 我就会收到求助呼叫 你再忍忍 哥修好繁星一号 就接你回去 那你一个人 记得点外卖 千万别饿着自己 我只想吃你做的饭 外卖实在是太难吃了 我宁可饿着 先走了 你等等 爸 还知道你有个爸呀 吃的怎么样 菜还不错 谢谢爸店的餐厅 我说的不是菜 过来 陪爸聊聊 今晚的饭局 你和顾千语有肢体接触吗 问这个干嘛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躲着我呗 爸 想拜托你件事 你先答应我 你先说嘛 我想和千语哥哥结婚 我不同意 不过他拒绝了我 什么 他拒绝我的女儿 所以才想请爸爸帮忙 你呀 不是爸爸说你 你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 再说了 如果千语的病 一直无法治愈 你们这一辈子 都没办法身体接触 你确定 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过一辈子啊 爸爸不帮忙就算了 我自己去追 这不胡闹吗 我困了 要睡了 你 你看孩子啊 多开心啊 多好啊 真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快长大 一直像这样无忧无虑 那千语可要急坏了 他昨天的生日愿望 可是赶紧长大 娶小月呢 那好啊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 一家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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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喝白水 我 looks like this 他的苦惯 他在身上 你讨论我 感情 着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